今天是我们第三阶段的 第一期节目 节目已经过半了 所以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的 常驻音乐合伙人 让我们欢迎胡彦斌老师 Angela 张绍涵 周深 江碧晨 江碧晨 我们的声音规见官胡海权 每个人都自带BGM 刚刚说了我们节目 第三季已经过半了 我想问大家一下 在前面的六期当中 我相信圆了不少人心中的梦 比如说之前胡彦斌老师说 想跟Angela 绍涵合作 结果圆梦了在这个舞台上 那有哪一些 你觉得是欣慰的圆梦了 还有哪一些 希望在接下来六期节目当中 可以弥补 来 谁先来 彦斌老师 我觉得 前六期玩得还不够过瘾 还不够 对对对 我觉得后面的话 可以期待更多的更多的合作 比如说我觉得 跟Angela合作完了 我也在想 还有跟毕成也合作过 对吧 比如说还有我们 全歌 还有声声 我都还没合作过 对 所以我就希望 可以在后面的六期当中 发现无限的可能性 以及期待我们 到现场来的这个飞行合伙人 能够给我们 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我觉得音乐的所有的魅力 和这种合作 是永远都 远远不止的 对 Angela你觉得 这是不是一种内卷 就是要卷到每一个人 五个人就相互 都要合作一遍 我觉得就是不打不相识 真的是 有时候我就是觉得 我们好像私底下 也都没有机会 就这个机会 好像就在天赐的声音才有 就平时我们就说 我们来合作一下 然后大家都很忙 都没有这个机会 结果没想到 我觉得天赐的声音的舞台 这么专业的舞台 可以把我们所有人都兜在一起 你说是内卷吗 内卷是不好的词吗 内卷 中性 中性 对不对 就是但我觉得 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方式 就是我觉得真的 因为彼此其实都互相欣赏 然后终于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舞台 大家一起合作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爆发小宇宙的那种感觉 确实很不一样 好 所以这是一个 创造可能性的舞台 对 那周深深深呢 有听到很多很多很 很意想不到的改编 是觉得是很大的收获 然后也认识到很多 新的音乐人 然后遗憾就是 我还有很多位老师 都没有合作过 我觉得我会努力地 朝那个方向前进 好 如果下一个机会 可以合作的话 你希望 是跟谁 太多了 就是我常住 常住目前这四位 我都没有合作过 对 全都没有 对 对 前六七在干什么 我在唱歌 对 我都没有合作过 对 所以你看我的遗憾太大了 确实 我要把它弥补掉 对 这个遗憾汗如雨下 原来 一个都还没有合作过 所以接下来的六七节目当中 我们不知道 会有怎样的一种 化学反应 或者全新的组合 那毕晨呢 我其实因为我是一个 特别爱听现场的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目 最开心的就是能听很多 非常厉害的现场 然后我也有很多想合作的老师 上一期跟冰哥合作了 特别开心 希望后面有机会 跟另外三位老师一起合作 对 都很想 对 在第二阶段 我们并且拿到了荣耀金曲 拿那个金曲的什么感觉 就很开心 没想到能拿 因为我对那一期印象 特别深 那五首歌都非常 就是各剧特色 然后每一首歌都非常经典 然后所以最后拿金曲的时候 还挺惊讶的 海权哥 我呢最开始第一期的时候 录列了两个flag 一个是要减体重 我看到前六期的回放 你 像是见销售的脸庞 我很满意 成功了一个 成功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唱跳 当然在前六期里面 也有这样的机会 也成功了 也成功了对不对 不是 还有弹钢琴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看完以后 我觉得我还可以 再销售一点 我还可以唱跳的再棒一点 天哪 原来我们立flag 不是整季的 而是六期为一个阶段 所以海权哥 你可以立一个全新的flag了 因为你之前两个flag 在前面六期 你已经算圆梦了 没有 我刚才讲了 还不够 我还要继续跟自己那一转 好的 要瘦得跟Angela一样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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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